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内政部11月8日召开的土地征收委员会将审议南铁人德区土地征收案,反南铁东一字就会会长成智智小上午会同学者徐世荣等人前往行政院大门口前,抗议政府不愿举办南铁行政厅政会并高喊听政败烂南铁硬干的口号。 徐世荣批判行政院与财团站在一起并炮轰内政部长叶俊荣指出,依内政部举行听政作业要点,此案因办行政听政,他要叶俊荣摸摸自己的良心。 成智晓表示,内政部11月8日召开的会议因决议举办行政听政,开放让人民参与而不是正式决议,拒绝办行政听政。 据了解,去年8月内政部拒绝南铁行政听政并强闯都为审议,但在学界、法律界、社运界强力批判下,内政部制定内政部举行听政作业要点,如今不满内政部不愿就南铁案土地征收案举办行政听政。 成智晓本人今天前往行政院抗议,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也在答复立委执询时表示,南铁东一居民要求一个有法律效益的行政听政是迂法不合,所以南铁东一案不能办理听政。 赖回的说法也引发徐世荣,成智晓等人的强烈不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